天色蒙蒙亮 李家树女春花不顾丫鬟的阻拦 向门外冲去 谁知迎面就撞到了一个中年男人 春花看着眼前道貌黯然的父亲 感到十分心寒 冷笑着说 休想让他嫁给六十多岁的老人 继母却在一旁假装好心的劝慰 老院外虽然年龄大些 但是家中财力十分雄厚 看着眼前这两个自己最亲近的人 打着为他好的旗号 逼迫他嫁给不爱的人 春花心灰意冷 悲气的问父亲是否一定要嫁 父亲默默无语 却命令家庭将他押回房间 春花用力挣脱开 绝望的向柱子撞去 立刻不省人事 父亲抱住春花大声的呼唤 还请来了大夫为他诊治 此时的春花躺在床上额头红肿 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是的 被撞后的春花已经疯了 这天父亲刚出门 继母便要趁机测试春花是否真疯 宁下人将她推进了猪圈 春花脸上没有透露一丝厌恶 躺在里面打起了鬼 继母见状依然不愿轻女放过她 晚上就派贴身婢女去害春花 婢女刚要上前 春花见时机成熟 一个反手将婢女打晕 趁机逃跑 但是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放过春花 使得她落入了人犯手中 像货物一样站在台上任人挑选 为了躲避被卖出 春花故意将脸上涂满丑陋的图案 然而她还是被一个聪慧商人 屿上买下 坐上马车的春花忐忑不安 屿上却一眼就发现了她的小伎俩 抬手用力擦拭她的脸庞 屿上看着春花绝佳的容貌 开心的决定让她进攻险武 随后就把人带回了府里 专门找师父教授秦义 师父嫌弃她 这个年龄学习恐怕为时已晚 春花微笑不语 走上去坐在古琴前 熟练的弹着优美的曲子 真是余音绕梁 就连师父都不停的夸赞 称她已经可以出师 屿上这次是挖到宝了 于是屿上为了测试春花 便让她跳一支舞 春花一点也不怯场 心无水笑 摇曳的身子 令在场的舞鸡们都自行惭愧 虽然春花是庶女 但父亲从她五岁便找了名师 专门传授学习舞蹈和古琴 以至于即使落魄 她依然气质出咒 春花得到屿上的器重后 并没有因此而懈怠 还是没日没夜的练习 屿上与师父开始商量着 让春花进宫线舞时做领舞 不料这个决定 却让一旁的舞鸡小红听到 她用力的抓紧手帕 压制着体内的怒火 转身离开 四日早晨 春花正在准备烹茶 婢女过来通知 屿上的父亲让她过去 春花刚出房间 一群下人就冲进了她的房间 不停的翻找 没会儿就搜出 装满珠宝的盒子出来 屿上匆匆赶到后 见周围的人都在一轮炸 春花手脚不干净 根本不信 眼看父亲要命人将她带到衙门 屿上急忙阻止 她让下人将猎犬牵来 告诉父亲 盒子是檀香做大 只要贼人碰过 身上肯定沾有气息 猎犬一闻便吃 春花没有丝毫胆怯 张开双手让她闻 但猎犬却丝毫没有反应 直到小红跟前才不停的狂叫 结果闲耳一见 屿上将小红逐出了佛 并让众人都散开 这场闹剧总算是结束 这天皇宫举办宴会 春花顺利上场献舞 只见她身穿桃红色的舞裙 肤色在烛光照耀下 尤为反昔 双目犹如一红清水 因王爷奇异看傻了眼 之后春花从容的光着脚丫 踏上了骨面 随着音乐声响起 她清灰水啸 郊区随着旋转 玉族清点 一绝飘飘 就在这时 红沙从天而降 春花借力腾空飞起 她那飘忽若鲜的舞姿 让赛场所有人都看呆了 秦义的目光更是从未离开 一曲结束 皇上正要加奖 国师从门外走了进来 上去就是一番胡编乱造 她污蔑春花是灾星 会给国家带来厄运 要立刻处置 一旁的秦义急忙上前结尾 但皇上还是听现了小人谗言 要将春花祭天 秦义默默看向春花 想要再次为她说情 春花却轻轻的摇摇头 第二天春花跪在祭坛上 秦义给她送去了壮行酒 然后深深的看了一眼 及时到后 巫师绕着春花跳满诡异的舞蹈 她就走上了火架 熊熊火焰燃烧 突然一声巨响 祭坛崩塌 春花穿着斗篷缓缓走出 身上没有一丝灼伤 众人十分震惊 官员们纷纷说 这是神迹 皇上听后马上封她为女官 事情结束后 秦义找到春花 见她黯然无恙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原来秦义给春花地区的酒水里 放了一颗神药 并找吕上帮忙救她 春花十分感动 得知秦义病重时 都未曾使用 却给她 认为自己浪费了这个药 两人此时已经暗生情愫 然而春花当上女官 还没平静一阵 就被顽固的太子召见 春花刚出现 太子便上前挑戏她 还好秦义及时赶到 将她带到了花园 春花生气的把石头丢到水里 发现内心的愤怒 她想起了最近的种种遭遇 抱怨着上天的不公平 秦义温柔地宽慰春花 让她不要深陷仇恨 一直盯着一个班 时间久了 便会以为那是个很大的疤痕 希望她可以用眼睛欣赏 这世界的美好 春花听后俏皮地伸出脸庞 要她寻找自己脸上的痣 秦义被这样的春花吸引 内心激动不已 就在两人甜蜜聊天时 一场更大的阴谋 正向他们袭去 皇后为了让太子顺利继承皇位 便将她喜欢的春花打入牢房 并让她指认秦义谋反 秦义得知消息 慌忙赶到狱中 看着眼前虚弱的春花 十分心疼 春花淡定的说没事 刚说完就吐了口血 秦义急忙让下人传太医 随后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秦义想着 在这诺大的皇宫 只有春花一人对自己是真心的 定要保护好她 于是就想了个计谋 迎走前给春花留下个红色药瓶 并慎重的告诉她使用方法 然后故意安排太子妃与春花见面 太子妃是春花计谋的女儿清闻 她一直都嫉妒太子 喜欢春花这件事 便抱着落井下石的心态去看望她 言语之间充满嘲讽 但清儿却眉展上风 她见春花已经在牢里 还是一副高高赛上淡然处置的模样 只好生气的离开 但没走几步就碰见了牢里的看守 清儿让婢女给她递去一些银两 用眼神暗示好好招待春花 而秦义却将皇上也引去了大牢 刚好让她看到春花吐血的样子 回到大殿的皇上正在疑惑时 驴上冲出来秉鸣 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清儿 还把看守带去做人证 皇上立马将清儿押入大牢 并让太子处置这件事 太子带着精美的饭食来到狱中 温柔的让清儿品尝 此刻的清儿也明白 太子为了保全自己 肯定不会再留他 但清儿对他确实真情实义的喜欢 他绝望的向太子表明了心意 随后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金簪 刺向了脖子 临死前还求太子再帮他一次 清儿用春花的簪子加以陷害 使得他又被打入大牢 而此刻的秦义正计划着离开苍锋国 原来他是雷历国的太子 一直被囚禁在这里做人质 秦义在旅上的帮助下 已经顺利的来到了渡口 却站在河边不远离开 想要等春花一起走 实际来的却是苍锋国的公主 公主一直都爱慕着秦义 她得意的说春花命不久矣 秦义听后着急的回到皇宫 向她交好的皇子求救 在好友的帮助下 春花再次恢复了女官的身份 被安排在皇后身边服侍 很快皇宫里来了个大人物 和亲公主丽儿 她仗着皇上的宠爱十分跋扈 故意陷害春花的好友医师 损坏了皇上遇刺的玉石 将她关了禁闭 春花得到消息慌忙赶去 还偷偷的给她带去了吃食 是闻着臭吃着香的豆干饭 谁知两人正说着 丽儿走了进来 见春花违抗命令 私自给医师带吃食 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给春花任何辩解的机会 命人将一旁的桌子清空 直接按下春花 让太监狠狠的抽打 秦义慌忙赶去 希望丽儿看在她的面子上 可以放过春花 丽儿知道她是智子 有些许同情就放了春花 回到房间的春花 趴在床上 背上满是伤痕 秦义悄悄走了进来 满脸都是心疼 轻唤了一声春花 春花听后羞涩的用被子裹着身体 秦义却温柔的让她躺下 要给她上药 见春花犹豫不决 就扶着她的肩膀 把她按在床上 小心翼翼的涂抹药膏 还用嘴巴给她轻轻吹拂 然后生气的指责春花 咬她以后做事 不要鲁莽 多替自己考虑些 春花难为情的躲在被子里 内心十分温暖 丽儿并没有就此放弃 这天她让春花准备国宴 但只给了很少的银两 春花对此事没有头绪 就去找奇异 刚进门正在看书的奇异 便猜出来的人是春花 因她常年跳舞 脚步声要比一般人轻很多 不得不说 秦义对春花真是用情至深 她也知道春花前来的目的 就拿起石头上的树叶 让春花细细观察 春花又捡起一片树叶 对比查看 却没发现异样 秦义就再次提醒她 这片树叶是在皇宫 所以就和其他树叶不同 聪慧的春花立刻就明白了 她将皇宫里的东西 拿到宫外卖 拿着皇上使用过的物品 就这样凑够了银两 然后每天都在忙碌着国宴 直到深夜累得睡在桌子上 秦义见大殿灯火通明 就温柔地叫起了春花 要送她回房间睡 在月光的照耀下 皇宫此刻十分静谧 秦义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 向春花表明了爱意 春花听后心里很犹豫 一开始她接近秦义 是因为她王爷的身份 而随着两人的深入接触 春花也不确定自己的情感 秦义说她都明白 但自己还是被她的善良吸引 接着轻轻吻上春花的额头 紧紧地抱着她 此刻的画面是如此的甜蜜 此后秦义便陪伴在春花身边 帮她筹备宴会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国宴举办的有声有色 皇上十分满意 赏春花三日后一起去手练 很快一项人就浩浩荡荡的 坐着马车出行 天气晴朗万里乌云 突然马车入围出现一群黑衣人 他们发疯似的冲向车队 山上也落下了许多大石 春花的马车被贼人抢走 他大声的呼救 秦义见状独自骑马追去 一个月深跳上马车 与贼人缠斗在一起 打斗过程中两人摔倒在地 贼人眼见没有胜算 就向春花射箭 秦义急忙用身体去挡 刚好射中了胸膛 贼人趁机用刀架在春花的脖子上 让秦义放自己离开 秦义向贼人保证 只要放了春花 他的所有条件都答应 与此同时 吕尚及时赶到 救下了春花和秦义 春花一脸担忧地抱着秦义 祈求吕尚救他 回到皇宫 春花贴心守护着秦义 好友医师告诉他 性命已经保重 让他不要过于担心 春花这才放心 过了几天 秦义缓缓醒来 得知自己无法使用武功 并让医师不要告诉春花 给他徒生烦恼 正说着春花端着汤药走了进来 见秦义坐在床上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温柔将药递给秦义 却不小心撒在地上 春花一直道歉 秦义温柔地告诉他没关系 并再次表明自己的心意 还要带他离开苍蜂国 春花听后内心十分犹豫 告诉秦义 他需要考虑下 说完两人不化而散 这天春花因做错事 被罚站在大雨里 秦义得知消息 打着伞慌忙赶来 他将伞撑在春花头顶 春花却生气地推开 秦义见状 直接扔掉伞 陪他一起罚站 春花知道秦义伤势还未痊愈 就妥协称愿意和他在一起 此时雨水的味道也变甜辣 而爱慕秦义的公主 见两人的感情愈发亲密 便打算找机会处置了春花 于是他派去侍卫将春花约在河边 然后向皇后告密 说宫中有女官与侍卫私相受伤 并领着皇后来到计划的地点 皇后看到两人暧昧的一幕 还没来得及问话 侍卫就将当水破了春花一身 污蔑他引诱自己 公主更是趁机起哄 要坐实她的罪名 皇后自然是要帮自己的女儿 她正要将春花许配给室外 秦义及时的出现 她询问皇后 要把自己的心上人赐给谁 接着就当众拆穿室伟的罪行 公主还又上前辩解 皇后为了顾及颜面 让下人把她带了下去 秦义见时机成熟 不想要两人的感情再生变故 就向皇后求赐婚 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 皇后只好同意 秦义开心的行了礼 很快便到了婚礼这天 春花画着精致的妆容 身穿华丽的礼服 嬷嬷在旁竖着头发 叮嘱她洞房的流程 春花头戴奉冠 手拿扇子静坐在婚房 等了片刻有些无聊 就俏皮的歪耍着丝带 秦义走进房间 坐在了春花身旁 却看到嬷嬷 为他们准备的情绪摆见 顿时两人羞红了脸 戒下衣衫后 秦义把春花抱到床上 温柔的看着眼前的她 深情亲吻起来 两人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自日早晨 春花忙着为秦义做酱料 她一不认真的模样举着刀 却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秦义现状笑着告诉她 佩芳在自己书房 春花离开后 秦义便自己动起手 将肉切成了碎末 等到春花回来时 她已经把酱料做好 还故意炫耀式的 将满手石油的手举了起来 春花赶紧给她倒水冲刷 秦义满是爱意的看着她 并让春花换她意 春花羞涩的叫着她的小名 两人之间十分甜蜜 没多久 春花就怀了孩子 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春花为孩子缝心衣 秦义则亲手给孩子编织玩具 二人都憧憬着孩子的到来 可是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这天丽儿邀请春花 来自己大点喝酒 一向跋扈的丽儿 竟和春花聊起了天 吐露了不少心思 说自己纵有角色龙貌 在这皇宫待着也是寂寞 春花劝慰她 已经得到皇上的宠爱 算是很幸运 丽儿露出若默的笑容 就在这时 婢女突然端着醒酒汤过来 一直劝着丽儿喝下 丽儿却不理会 春花关怀的走上前 结果婢女手中的汤递了过去 丽儿若有所思 看下醒酒汤一引而进 丽女走后 丽儿绝望的跳起了舞 围醉的她不小心摔在地上 说了句想回家 嘴角流出血便没了呼吸 皇后听到动静冲了进去 婢女配合的指责都是春花做的 秦义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她想要替春花开脱 就提议让皇上攻神 这样春花才能有机会洗脱罪名 春花被带到了皇上面前 秦义解释 丽儿是他国的戏作 她一直在用训练有素的老鹰 截获苍峰国的消息 并掩饰了一遍 原来丽儿在临死前 无意间在春花面前暴露了此事 秦义顺水推舟的说 丽儿是见自己的事情败露了 才畏罪自杀的 皇上听他们说的阵阵有词 殿下令忘了春花 通过这件事 秦义明白 她只要在苍峰国一天 于是便决定带着春花回母国 她是否能顺利完成计划 春花又能否五平子贵 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注八粮 下集更加精彩